第151章连拜 录音 你带着这些小辈过来 想干什么 包东升直接问道 这支队伍正是由狂杀宗的大长老录音所带领 而除了他之外 剩下11人皆是不超过35岁的年轻人 其中有两个甚至只有178岁模样 不过 看到这样的阵容 众人也可以肯定 狂杀宗可不是来扫平白云宗的 这点人肯定不够啊 录音咧嘴一笑 本宗最近招收了几个不错的苗子 所以 特意来找你们切磋一下 切磋 谁信啊 不过 白云宗这边都是信心满满 因为他们既有柳世轩这样的老牌王者 又有月君仙这样的兴起之秀 知彼养魂境 白云宗有何可惧 我叫李斌 二不养魂 谁想为我所拜 还没有等包东升开口说话 狂杀宗便有一名年轻人跃下马来 傲然扫视着众人 这可真是狂啊 先不说他敢结包东升的话 开口不说谁与我一战 而是谁想为他所拜 这透着何等的自信 白云宗的人皆是愤怒 这也太过分了 我来 一名年轻人跳了出来 我叫陈剑 同样是二不养魂 这比武切磋 挑战的人最好是修为相当 可以境界稍弱 但绝对不能境界超出 否则就是欺负人 使得切磋失去了意义 当然了 若是被挑战的一方声明 即使境界高点也无所谓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李斌满脸傲然 向着陈剑勾了弓手指 陈剑大怒 立刻杀了过去 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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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朝朝虎虎生风 更是引动了元素之力 在掌风上包裹了一层银色的锋刃 大幅提升了破坏力 李斌却是双手赋于身后 只是不断地后退 从从隆隆 将陈剑的攻击全部让了过去 出招之后 他露出失望之色 你就只有这点实力 这句话不斥是巨大的讽刺 让陈剑暴怒 出招之间又狠利了几分 不过 这对于李斌来说却是完全没有威胁 他的速度更快 总能在陈剑攻击轰到之前轻松退走 唉 没劲 李斌摇摇头 没兴趣跟你这种渣渣完了 砰 他出拳 向着陈剑迎去 两人头一次正面交锋 拳掌相机 顿时 陈剑整个人都被震飞而起 划过一个弧线之后 重重地摔倒在地上 扑扑扑地吐血 没死 但亦受了重伤 呲 一击就轰敗了二不养魂 这个是什么战力 如此轻易就打败了铜金舞者 甚至有几分柳世轩的风采啊 可在狂杀宗之内 不是应该只有马有妇才能做到吗 这让包东生 农永瑞等大佬都是皱眉 露出了凝重的表情 虽然现在白云宗确实示弱 但是 在年轻一代的潜力上 却使他们更有前途 柳世轩早就有四天才之首的美誉 而月军仙先进崛起 同街一战的实力甚至比柳世轩还要强大 这二人只要迈进彼岸 那就是白云宗彻底雄起之日 可现在 白沙宗上哪又找了一个可以媲美马有富的天才 来 让大家看看你的修为 免得有人说我们谎称低境界欺负人 录音淡淡说道 向着李斌丢出一个圆球 是 李斌接住圆球 以灵魂之力灌入 顿时圆球散发出身成色的光芒 这圆球是专门用来测试境界 叫魂力球 为前人所留 现在制作之法早已经失传了 但狂杀宗白云宗等都找到过几个 并非什么神秘之物 注入灵魂之力 反映出来的也是魂种小人的颜色 不然的话 一来没几个人可以将魂种小人外放 二来 哪怕外放了 肉眼亦看不到啊 有了这东西 那就方便了 众人都是点头 深橙色代表着李斌的境界是二部养魂后期 快要巅峰了 可是 这确实还在二部之内 这样的事实重重地打击到了白云宗彻 低势器 高端战力不及 现在年轻一代也要被压制 那白云宗还有什么希望 10号却是盯着李斌仔细看 很快 他的嘴角露出一抹笑容 原来如此 哪来这么多的天才 接下来换我了 又一名年轻人从马上越了下来 他大概278岁的模样 傲然道 我乃杨宁寒 谁敢一战 他向李斌要过圆球 激发魂力之后 只见那散发出了淡淡的金光 三部养魂中期 我来 白云宗这边也跳出来一个人 王止顺 三部养魂 两人间没有什么废话 立刻站了起来 但杨宁寒与李斌不同 他并没有先挑逗一番 而是直接正面突击 一下子就爆发出最强的战力 王止顺完全不敌 很快就被打飞出去 胃骨都是被断了几根 再败 呲 这让白云宗的人都是倒抽凉器 境界相同 可战力居然差了这么多 狂杀宗这是怎么回事 迎来了天才大爆发吗 照这么下去 只要再过个几十年 等这批人全部迈进了彼岸 那还有其他三宗的事情吗 一宗独霸 哈哈我是李洪坤 狂杀宗走出来第三名年轻人 先展现了一下修为 仅止一步养魂 同样傲慢无比 完全没将白沙宗放在眼里 然而 他的实力确实强 这次白云宗连出两名一步养魂 却皆被他先后轻易打败 唉 太弱了 太弱了 一群废物 李洪坤以逼逆之态扫过诸人 不如接下来你们两个人一起上吧 一对一的切磋 要变成二打一的群殴 这是有多么看不起白云宗 众人都是大怒 可一个宗门之内又能有多少养魂境 平均到每个小境界的话 也就三四人而已 再上两名一步的话 那白云宗整个一步境界都要被他打变了 再说了 二打一 就算赢了又如何 只会更加丢人 哈哈哈哈 李洪坤也只是说说而已 他发出狂笑 然后回转了自己的阵营之中 这是赤裸裸的羞辱啊 一时之间 白云宗的弟子都是生起强烈的愤怒 可更有一股无力的绝望 战斗至此 白云宗甚至还没有赢过一场 狂杀宗 真得那么强大吗 第152张白飞 包东升见状不妙 向着月军仙使了一个眼色 示意塌上 月军仙点点头 大步走了出来 再下月军仙 二步养魂 白云宗拟有测试境界的魂力球 他拿着一握 果然散发出了淡橙色的光芒 垂来一战 他淡淡说道 白衣飘飘 风度翩翩 让人心神接折 好帅 真是帅 虽然长得没有十号好看 但我们舞者更在意的还是实力啊 可我还是更喜欢十号 嗯 看着十号的话 整个人都是愉悦的 女弟子们纷纷说道 一个个都是双眼放光 月军仙 狂杀宗的人都是亚然 只听说过柳世轩啊 月军仙又是谁 而且 月军仙是主动出来挑战的 那他的实力肯定的很强才是 否则不是闹笑话吗 我来 狂杀宗又有人从马上跃了下来 行为业 二不养魂 让你三招 月军仙说道 明明是一句很嚣张的话 可配合着他的潇洒 却有一种让人觉得理所当然的感觉 可恶 秦为业大怒 立刻就杀了过来 他连攻三招 月军仙果然信守诺言 并没有还手 直到三招满了之后 他才抢不出击 砰 一招而已 行为业便被轰飞出去 竟不是一盒之敌 好 顿时 白云宗内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 他们压抑得太久了 现在情绪得到释放 自然轰轰烈烈了 包东生也是点点头 露出一抹笑容 他有月军仙和柳氏轩两张牌 无比好用 他亦有些好奇 十号又是什么修为 能不能当作是王牌来用呢 谁再来战 月军仙淡淡说道 不带一丝火气 却又让人感觉此人遥不可及 不可接近 狂杀宗那边陷入了短暂的沉默 谁能想到 除了柳氏轩之外 白云宗居然还能拿出一名天才来 而且妖孽程度比支柳氏轩不但没有逊色 甚至亦要过之 白飞 只能你上了 一会之后 狂杀宗所有人的目光都是看向一名十八九岁的少年 这少年露出腼腆的笑容 点点头道 好 他先展现出了一个自己的修为 二不养魂 然后走到月军仙跟前 露齿一笑 我叫白飞 可以杀了你吗 月军仙一愣 没想到这少年居然如此不客气 但他立刻露出傲然之色 若你有这个能耐 尽管来去 同街一战 他有信心连柳氏轩都是轰敗 白飞露出一抹笑容 道 那谢谢你了 秋 他身形一动 变向着月军仙杀了过去 好快 不只是月军仙 所有人都是生出这样的感觉 这少年的速度快的离谱 让他们的目光仅能抓住一道残影而已 月军仙连忙先踩手势 砰砰砰 白飞的攻击有弱狂风暴雨 对着月军仙宣泄而去 让月军仙居然完全没有还手之力 这让白云宗的人都是看得目瞪口呆 他们可是清楚地知道 月军仙虽然是二部 可战力却是四部级别 可现在 月军仙居然被白飞压着打 这 白飞又得强到什么地步 谁都可以看得出来 白飞是强在速度和攻速快 让月军仙不得不防 否则的话 还没有等他一击挥出 自己就先要中招 但看得出来是一回事 可怎么化解又是另一回事 就像所有武师都知道是月弓的特点只是快 但是 哪一个又能躲得掉呢 现在月军仙还能守得住 但九手必失 只要他出现一丁点的失误 就会被白飞一击轰中 那必败无疑 包东升等大佬的表情再次变得凝固起来 这个白飞也太妖念了 全方位压制住了月军仙 这意味着 此此的武道天赋甚至超越了柳世轩 天哪 太恐怖了 哈哈哈哈 白飞一边狂躬 一边发出大笑 笑声古怪 让人听得甚得慌 砰砰砰 月军仙终是防不过来 背上被轰中一击 让他打了个亮枪 差点一头栽倒 他怒吼一声 终是知道这样下去不行 只会让自己越来越被动 轰 他一掌斩劈 元素能量沸腾 火焰与冰霜两种对立的能量期限 随着他这一掌轰向白飞 装属性 白飞怪笑一声 可惜 打不忠我 他的身法灵动无比 以快到极致的速度绕过了月军仙的攻击 再次一掌劈出 打在了月军仙的背上 扑 月军仙亮枪跌出几步 一口血狂喷而出 助手 陆英突然叫道 喝停了白飞 嗯 白飞扭头看向陆英 眼神中带着不满和杀气 就此而止 陆英说道 心中则是有些坠坠 这名弟子虽然天才妖念无比 可杀性太重 一点也不听话 于狂杀宗来说 未来也不知道是福还是货 白飞有些可惜的看着月军仙 然后摇摇头 走了回去 扑 月军仙再次吐了口血 这次不是因为伤 而是自尊受了太大的打击 他自诩是超越刘士轩的天才 可现在呢 居然要靠敌人开口 才捡回了一条性命 太丢人了 陆英却是看着月军仙 道 年轻人 有没有兴趣加入我们狂杀宗 陆英 你过分了 包东升立刻喝道 当着他的面挖墙角 你也太不将他当回事了吧 陆英却是全不在意 道 年轻人 你可知道为什么这些人都拥有同阶无敌的战力 因为我们狂杀宗掌握了一种秘法 而不是找到了这么多的天才 此言一出 白云宗上下皆是惊得心中一跳 这样的同阶无敌居然可以批量生产的 思 加入我宗 你便可以得到这样的妙法 陆英继续蛊惑 双属性灵根啊 而且明显不像白飞那么难以控制 道真是可以作为重点弟子来培养 而且 我宗还挖出了一个上古遗迹 找到了很多古戒 破解之后 不难打破现在的境界极限 跃升到更高的层次 陆英又抛出了一个重大的诱惑 什么 别说跃君仙了 便是农永瑞 彭峰等长老皆是心神颤动 不可自持 第153章叛变 在这片大陆上 彼岸就是最高的境界 但像包东升等大佬都是知道 事实上彼岸之上还有其他境界 只是在漫长的历史之中 传承出现了断层 所以 现在五道就只有三个层次 破极 仰魂 彼岸 可是 狂沙宗居然挖出了上古遗迹 得到了古代典籍 可以破解出突破彼岸之密 这是何等诱惑 破极境的话 只是一次次打破人体的力量极限 所以 哪怕修到破九级 那一只是拥有几十万斤的力量 并无延长寿源之效 甚至 因为熬裂肉身的方法太过激烈 还会留下暗伤 晚年骨头酸痛 甚至瘫痪了也不一定 但是 赖进养魂之后 便能得到额外五十年的寿源 而以功法修炼 不但不会伤到肉身 反而有滋养之效 所以 哪怕到了晚年 依然身强体壮 无病无恙 只有到了生命末期的几年 才会进入衰弱期 战力迅速跌落 破入彼岸的话 那还能再得五十年寿源 让生命极限延长到两百年左右 由此可见 要是能够突破养魂之上的话 那肯定还能再得额外的寿源 能够多活几年 这是多么巨大的诱惑 尤其是对于上位者来说 他们手握大拳 想尽了风光 更加不愿失去这样的生活 做一具冷冰冰的尸体 所以 听到录音的话 便是诸位长老都是心动了 录音一笑 他今日过来 炫耀武力是一方面 另外的话 他确实也是为了瓦解白云宗 抛出这么大的诱惑 他就不信有几人会不动心 至于越军仙的话 反倒是额外收获了 装属性民根 还是很值得培养的 见越军仙还在犹豫 录音趁热打铁 继续道 不用留恋白云宗 刚才你差点被白飞打死 是谁救了你一命 这话太施工允了 哪怕没有他喝止 包东升也会出手 绝不可能让白飞杀了自己宗门的弟子 可越军仙现在却有点钻牛角尖了 一想 确实啊 刚才包东升他们连辟也没有放一个 一时之间 他犹豫无比 他自明清高 所以 现在居然要做出叛宗的决定 尾时让他为难 录音见状 嘴角勾起冷笑 确实看向龙永瑞和彭峰 说道 两位老兄 老夫诚意向你们发出邀请 加入狂杀宗 研究古界 若为此事 天打五雷轰 不得好死 在这里 誓言还是有点分量的 尤其是这种当众所发的重视 所以 龙永瑞和彭峰立刻露出了异动之色 研究古界啊 一旦成功 他们就有希望迈进更高的境界 他们修炼之人 不应该一心舞蹈的吗 其他都可以放到一边是不是 再说了 褚笑天因为到彩灵石一事被包东升震杀 虽然已经接过了 却让这二人都是心中留下了疙瘩 万一以后包东升再找他们算账呢 这有若在他们的头上悬着一把利剑 随时都要担心他会不会掉下来 怎么可能睡得好 现在录音发出这样的邀请 顿时就让他们心动了 录音 你是在逼本作斩你吗 包东升知道自己必须做点什么 否则的话 白云宗真可能被录音几句话就拆散了 老包 你的实力也不过与我相当 想斩我 录音傲然说到 他可是狂杀宗的大长老 实力比支付洋溢没有逊色多少 当然完全不惧包东升了 再者 你白云宗自己留不住人 就不要怪别人挖墙角 包东升看向龙永瑞和彭峰 道 你们可要叛宗 这二人可是代表着总共七名长老的 若他们离去 必然会带走另外五名长老 那白云宗就真的要分崩离析了 呵呵 人各有志 谈不上背叛不背叛的 录音事实接口 狂杀宗欢迎各位老兄的加入 入宗之后 一样可以受到长老级的待遇 这 彭峰和农永瑞皆是心动不已 他们再看了看跟随自己的那些长老 只见这些人皆是微微点头 对不起 宗主 这二人同时说到 狂杀宗通过之前几场战斗 已经向他们证明了 确实挖到了一个上古遗迹 否则 怎么可能一下子冒出来那么多的天才 多活几年的诱惑太大了 而且去了狂杀宗还能得到相当的权力 那还在白云宗面战什么 垂往低处流 人往高处走 包东生气的浑身发抖 只觉自己太失败了 敌人几句话而已 甚至没有拿出任何实质性的好处 结果呢 人就屁颠屁颠凑过去了 这让他愤怒又失望 君仙 来 农永瑞向着月君仙招手 这本来就是他收的弟子 是 师尊 月君仙点头 向着农永瑞走去 他本来还落不下面子 可有农永瑞这句话 他自然趁机下了台阶 与他来说 进入白云宗不过几个月的时间 自然谈不上什么感情了 在白云宗其他弟子的注视下 农永瑞和彭丰拉着另五名长老和月君仙等六名养魂弟子 走到了陆英身边 现在即使双方开战 狂杀宗也完全不输了 我也想加入狂杀宗 还有白云宗的弟子向着狂杀宗奔去 砰 马友负一脚踹出 将那名弟子生生踢飞了回去 吃笑道 本宗可不收垃圾 至少要养魂级别才有资格进狂杀宗 那名白云宗弟子摔倒在了地上 顿时狂喷鲜血 胸口凹下去了一团 眼看着活不成了 救我 救我 他向着白云宗这边伸出了手 没有人理会 这样的叛徒有什么好救的 柳世轩 可敢一战 马友负向着柳世轩勾了勾手指 挑衅之意明显 柳世轩没有说话 却是直接走了出来 双手负于身后 风度翩翩 最讨厌你这副模样 看我打得你狼狈不堪 马友负大笑一声 向着柳世轩杀了过去 服役交手 马友负就占据了上风 这让白云宗已经跌到谷底低势气 再次跌落一截 要知道柳世轩出关之后 可是能够匹敌六步养魂的 说明他肯定突破了 成就了五步 可现在呢 他却被马友负压着打 第154章分崩离析 这一刻 白云宗全面溃败 不但年轻一代全部输得彻底 而且老一辈的彼岸强者 亦被狂杀宗拐了过去 从此之后 哪还有与狂杀宗叫板的资格 马友负也突破到了五步 但他的战力却是七步级别 这就不是柳世轩可以匹敌的 很快就落入了下风 难有对抗之力 柳世轩 你已经不是我的对手了 马友负傲然说道 不过 念在我们是老对手的份上 我诚意邀请你加入狂杀宗 以后 我们还能做对手 继续切磋 否则的话 你会被我狠狠地甩在身后 柳世轩不由露出 犹豫之色 他这个人骄傲之极 自认为是年轻一代中的王者 所以败给了马友负之后 对于他的打击可说是巨大的 他当然想要讨回属于自己的尊严 可留在白云宗 他又能够做到吗 现在马友负向他发出邀请 自然让他心动了 他是注定要成为当事最强之人的 问题是 去狂杀宗就等于背叛了白云宗 这又让他有些犹豫 毕竟 包东生不但是宗主 而且还是他的师尊 你离宗 还可以说是人各有志 没有哪个宗门可以将人死死绑住 但是 叛师就不同了 这是大耻辱 会跟着他一辈子的 但只是一瞬间之后 柳世轩便已经拿定了主意 他必须去狂杀宗 才能变得更强 等他将狂杀宗的东西都学到之后 再回来重振白云宗义不迟 将信到时候所有人都会体谅他的忍辱负重 师尊 柳世轩回头向着包东生跪下 磕了三个头 连自己的弟子都是背叛了 包东生已经完全无语了 他们无表情 一下子就仿佛老了几十岁 师兄 韩轩连忙跟了上去 他的心中只有柳世轩 柳世轩去哪 他就去哪 甚至都没有看包东生一眼 录音十分满意 这次的收获出乎意料 他自然不会想到 腾风 浓永瑞会这么痛快的改弦意志 实际上还是因为储笑天仪式的余波影响 担心日后会被包东生清算 还有没有人要加入我狂杀宗 他大笑道 与人间没有吭声 剩下来的要么是意志坚定的 要么就是修为不够的 想投奔人家也不要 哈哈 老包 我们下次再会了 录音转身上马 这次之后 白云宗名存实亡 只要再把他们的零食矿抢下来 那根本不用去消灭 自己就会安然消失 他没有再过分相逼 不是他不想包东生死 而是白云宗还有两位九岛强者 万一逼得他们拼命 那肯定要死好多的彼岸强者 便让他们自生自灭好了 包东生没有说话 只是双拳紧握 这一刻 他既愤怒无比 又失望透顶 慢 一个悠悠的声音响起 却又非常好听 抓 众人都是看了过去 十号 难道 这家伙也要叛宗吗 不是说要切磋吗 十号一笑 我手痒得很 谁来与我一战 小字 顿时 狂杀宗那些已经掉转的码头 都纷纷转了回来 如马友傅等人皆是盯着十号 十号拿过圆球 以灵魂之力注入 立刻有淡成色的光芒闪动 我是二不养魂 他淡淡说道 谁敢与我一战 听到十号发出挑战之言 白云宗的弟子们皆是升起了一股期望 我们还没有败 对 还有十号 这家伙在芒山古迹的时候 曾经一拳打死过一个二不养魂 现在他的修为也昭显于众 乃是二不养魂 说明他也拥有越级战斗的能力 见他挑衅 狂杀宗的人皆是露出鄙夷之色 现在的白云宗还剩下什么 无人可用 连有事宣和岳军先都叛踪了 还有什么人才吗 呵呵 我来熄灭他们最后一丝希望吧 李斌下马 大步向着十号走去 脚白脸 你 通 十号一脚踹出 李斌整个人顿时就飞了 身在半空炸开 血雨纷纷漫天落 这 看到这一幕 所有人都是傻眼 好可怕 李斌之前已经用事实证明了 他的战力极强 展现出了同阶无敌的风采 然而 面对十号 却是被一击秒杀 若非十号一上来就证明了自己的修为 现在狂杀宗的人肯定要跳起来 指责十号瞒报了境界 故意坑人 可现在 他们却是无语可说 只能冷冷地看着十号 钻上麻油领 向正亲的话 狂杀宗已经有三个人死在十号手里了 反观白云宗这边 却是人人振奋 尤其是那些女弟子 一个个都要疯了好吧 天哪 十号好帅 长那么好看 实力还这么强 性格又那么特别 你死我了 我宣布 就算小公主喜欢十号 我也不会放弃的 我也不会放弃 这些女弟子皆是双眼冒着星星 恨不得尖声大叫 他们越是兴奋 狂杀宗这边就越是愤怒 好像是在火上浇油似的 恰一个 十号淡淡说道 自处效天仪式之后 他就对白云宗有了归属感 所以 本来他可以是不关己 高高挂起的 却是毅然站了出来 听着他平淡的语气 狂杀宗的人个个都是气疯了 你以为自己是谁 不过打赢了一个而已 就以为自己天下无敌了 可是 一脚踢爆二步 这战力也太可怕了 三步之下 能够与他抗衡吗 无人敢战吗 十号一笑 如果没有信心的话 可以让所有二步一起上 我一个打你们全部 之前李洪坤也说过类似的话 对白云宗狠狠地嘲讽了一番 现在十号将话奉还 甚至还要更加嘲讽 管你们有几个二步 全部一起上好了 与狂杀宗来说 这真是太狂傲了 可于白云宗的弟子来说 却不斥打了一记强心针 让每个人都是振作了起来 白飞露出一抹残忍之色 他就喜欢虐杀天才 之前没能杀了越军仙 让他感觉可惜 现在又冒出一个十号来 让他杀意盎然 可他还没有动 却被陆英一把按住了肩头 现在还不需要你上 这是宗内的第一天才 绝不允许出事 哪怕只有一丝可能 第155章十号之威 军仙 你上 农永瑞突然开口 什么 听到这话 白云宗的弟子皆是一愣 先是不信 然后生起了强烈的愤怒 太过分了 还有没有一点良心 简直无耻到家 越军仙点点头 他入宗时间太短 对白云宗自然没有什么归属感 而前几年的话 也是由农永瑞指点他修行 现在农永瑞既然加入了狂杀宗 那他自然就是狂杀宗的人 所以他毫无心理负担 他大步走了出来 迎向十号 杀了他 录音沉声说道 杀气腾腾 十号已经杀了狂杀宗三人了 这自然是大恨 军仙 好好表现 农永瑞则是吩咐道 是 越军仙点点头 空 他的左手上燃烧起了火焰 而右手上则是包裹上了冰霜 出轨白飞 让他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打击 也因此憋了一股子的气 现在十号送上门来 自然成了他的出气筒 你可有什么遗言要交代 他虽然说道 我 黄泉路上好走 顺便等等 我会送更多的人过去 十号笑道 你特马德 越军仙在心中骂了一句 再不说话 身形移动 向着十号急冲了过去 冰火舞动 一边是可以将铁水都融化的高温 另一边则是可以瞬间将湖水冻结的森寒 根本不用直接打到 摇摇地便让人感到无比的难受 装属性灵根 恐怖如斯 十号双手赋于身后 一副完全没将越军仙放在心上的不屑 这让越军仙更加愤怒 先有一个白飞 再来一个十号 你们一个个都不将我放在眼里 他的速度极快 已是冲到了十号面前 火拳兵长 同时向着十号打去 十号眼眸一力 忠实出手 他只是打出了一拳 普普通通 根本没有动用元素之力 然而 绝对的力量碾压而过 有什么是摆不平的 任你火烧原野 水慢成则 我一座大山压过来 大火灭不灭 洪水平不平 砰 十号一拳轰过 越军仙的攻击顿时瓦解成渣 他的拳头长驱直入 声声打在了越军仙的脸上 顿时 这个双属性灵根的天才便被生生爆碎了脑袋 扑 鲜血乱喷 越军仙无头的身体手舞足蹈 如同醉汉走了好几步之后 这才轰然倒下 四肢在一阵抽搐 便在没有动静 全场 一片寂静 谁能想到 哪怕是白云宗的弟子 虽然对十号充满了期待 可也没有设想十号可以打败越军仙 更何况是一招秒杀了 然而 十号却是一拳惊天下 天哪天哪 要知道越军仙便是可以越两极战斗的天才 那么 十号一一拳就将越军仙秒杀 他的越极战斗能力又强到了何等地步 一时之间 四周一片安静 没有人说得出话来 虽然之前十号也是一击杀敌 可那只是礼宾而已 如何能够与越军仙相比 十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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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瞬间之后 白云宗的弟子皆是大声欢呼起来 激动的头皮发麻 刚才一直在挨打 一直在遭受羞辱 现在 十号连杀二人 将耻辱全部奉还了回去 犯我白云者 杀 背叛宗门者 杀 另一边 狂杀宗的人则是一片死寂 皆是脸上带着眼霜 还有无比的震惊 如此恐怖的战力 便是白飞又能起急 要知道 能够越一级战斗 那已经可以称为天才了 越两级几乎无法想象 那么一拳可以将越两级战斗的天才秒杀 十号又恐怖到了何等地步 怪物啊 陆英的脸色阴沉的可怕 这个少年的天赋也太惊人了 若是让他迈进彼岸 还有谁是他的对手 不行 今天一定要除掉他 十号甩甩手 淡淡道 还有谁要与我一战 白飞就想站出来 却被陆英死死摁住 从十号那惊天一拳来看 白飞亦非他的对手 可是白飞不上 二部之中 还有谁能够匹敌十号 一时之间 狂杀宗进退两难 包东升的眼神中终于燃烧起了战役 在那么一瞬间 他决定要全力培养十号 患难见真情 路遥知玛丽 既然是来挑战的 那我方出了人 为何不敢接 他开口 淡淡说道 这句话让狂杀宗的人都是勃然大怒 现在的白云宗已经支离破碎了 居然还敢这么狂 可问题是 三部之下 谁又是十号的对手呢 十号淡淡一笑 二部无人的话 三部也无妨 但是 狂杀宗依然无人接招 那四部呢 十号继续挑衅 狂杀宗依然无人阴 越军先的战力应该便是四部 可他都被十号一拳秒 所以 十号的实力应该是五部级别 十号展颜一笑 柳世轩 可敢一战 公然点名 柳世轩脸色一沉 他觉得十号不可理喻 他暂时被判 是为了他日重振白云宗 否则的话 闭门造车只会让白云宗永远沉寂下去 怎么就没有人理解他呢 好 既然你不理解 那你就去死吧 他不需要这样的属下 你想死 我便成全你 他走了出来 这可是白云宗年轻一代中的王者 现在已经突破为五部 战力更是达到了六部 十号不过十二部 战力称死五部 绝不可能是柳世轩的对手 哪怕是白云宗的弟子 皆不看好十号 没办法 能够越一级战斗便是天才 也就出了一个越军先可以越两级 现在十号越了三级 这还不够逆天吗 越四级 怎么可能 白云宗的弟子皆是紧张起来 又有点暗怪十号太出风头 否则的话 他只要悄然成长 到时候不是可以横扫狂杀宗吗 哎 太年轻 没办法的事情 包东升也不认为十号会是刘世轩的对手 但他转念一想 二部对五部 哪怕败了也无妨 丝毫不会折损了十号的风采 而有他正常 会让柳世轩杀了十号吗 陆英泽是露出冷笑 战斗开始 他就会盯着包东升 绝对不会让对方有机会持缘十号 这小子 今天必须死 白云宗没有未来 第156章在战柳世轩 十号 你真是不知好歹 柳世轩冷冷说道 他对十号绝没有好感 他对包牙二充满了野心 因为他若是娶到包牙二 那包东升肯定会力挺他登上宗主之位 当然了 包牙二长得也十分甜美 从他本身的角度来说 娶这样一个娇妻也不错 可因为十号的出现 却让包牙二一情别恋了 他派人前去警告 结果呢 被十号轻松打败 让他一是脸上无光 他没有第一时间去找十号的麻烦 一是因为他自重身份 二是他也在修炼的紧要时刻 因此 直到芒山古迹时他才出关 然而 在古迹争夺之中 他却是输给了十号 虽然那是因为十号掌握了一件霸道的灵气 可输了就是输了 让他脸上无光 心中怨恨更生 可大家都是白云宗的弟子 他在恨十号又能怎么样呢 杀人 怎么可能 但现在不同 他不再是白云宗的弟子了 完全没有了顾虑 你既然不能理解我的苦心 那就去死吧 十号没有作声 一个叛徒而已 他根本懒得废话 柳世轩纵身一跃 向着十号杀了过去 修修修 四道兵剑凭空浮现 向着十号射了过去 魂力外放 从三道到四道 他有了很大的进步 与双属性灵根一样 拥有这种能力的无者少的可怜 但用于战斗的话 却是威力极大 让人防不胜防 之前马友富就差点吃了大亏 还好他的战力要强出一个小境界 这才最终将柳世轩打败 十号淡淡一笑 轰 一片火焰在他的身边燃烧起来 轻松就将四根冰箭融化 什么 看到这一幕 众人都是吃惊的眼珠子 都是瞪了出来 魂力外放 又是魂力外放 天哪 除了柳世轩 十号镜也能做到 这一刻 每个人都是头皮发麻 如此天才 上百年也难出一个 可现在呢 不但有双属性灵根 便是魂力外放的天才 也连出了两个 让人怎么相信 柳世轩也是一愣 没想到十号也拥有 他一样的能力 武行相生相克 理论上 他的冰霜属性是克制火焰属性的 但是 这得建立在体量相当的前提下 现在十号引动的火焰元素 竟是比他还要多出一些 便将他的属性相克优势完全抵消了 不分高下 天哪 二不养魂竟可以匹敌五步 不 他可是六步的战力啊 也就是说 十号可以月四级 天 天 天 柳世轩脸色阴沉的可怕 哪怕月军先为双属性天才 他意识不惧 认为自己可以魂力外放 只要掌握纯属了 威力会比双属性灵根更加强大 然而 十号居然也能魂力外放 这真的刺激到他了 要知道 十号仅仅只是二步啊 二步就能与他这个五步抗衡 让他情何以堪 来往五往非理也 十号心念一动 一颗大火球便向着柳世轩飞射而去 砰 柳世轩张开了一道兵幕 将大火球挡了下来 看着这二人手脚不动 却是有兵剑火球乱舞 让众人都是目瞪口呆 这样的斗法谁见过 不过 两人的魂力差距不大 再加上属性相克 怎么都是一个平手之局 谁也奈何不了谁 柳世轩决定不再这么磨叽下去 他主动出击 向着十号杀了过去 哭 他的口鼻之中喷射着紫色的气体 整个人都好像在放射着紫色的光运 紫音神功 包东升步有冷哼一声 眼神中闪过杀气 这是他传给柳世轩的 没想到却被这个叛徒用来对付自己人 让他杀鸡滋生 十号双拳一阵 飞云拳展开 向着柳世轩迎了过去 砰 砰 砰 两人全力对轰 战斗激烈无比 他们皆是六部的战力 用的武器又都是越级高阶 这又扯了个平 但是柳世轩还运转了紫音神功 这让他攻击力又强大了几分 顿时在场面上占据了主动 白云宗的弟子健壮 都是愤怒无比 无耻 背叛初宗 居然还敢运用宗门绝技 不觉得恶心吗 没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对是包东升也忍不住开口 道 聂处 你既已背叛初宗 为何还要施展本宗的绝技 包兄 你也太小气了吧 录音插口 笑道 功法不就是让人用的吗 这显然是歪理 但是他已是挡在了包东升的面前 一副你若出手我必阻挡的架势 无耻又怎么样 历史只会铭记胜利者 十号 今天你必须死 柳世轩虽然说道 他已经完全占据了场上的主动 接下来 就是将优势化为盛势了 是吗 十号随口说道 拳势一变 轰 拳头上烈焰滚滚 威力暴涨 八级烈火拳 这可是日级高阶武技 力量增幅高达两倍 这是什么概念 轰 一拳而已 柳世轩便被轰退 一张脸顿时长得通红 好像喝醉了一般 什么 看到这一幕 所有人都是想要抱头惊呼 十号在月三级的前提之下 居然还能在力量上压制柳世轩 日级武技 一时之间 所有彼岸强者都是脱口而出 脸上难掩震惊 只有日级武技 才能让十号在力量不变的情况下战力暴涨 录音部由露出犹豫之色 日级武技啊 太珍贵了 是不是先弄到手再干掉十号呢 但他立刻摇头 有包东升在场 他又怎么可能做到呢 可惜了 可惜了啊 柳世轩顿时压力山大 十号的力量以三倍的方式爆发出来 而他却仅有一点八倍 差距有多大 而且 十号修炼了霸体术 体魄无比强横 简直天生就是为硬碰硬而准备的 柳世轩不敢再与十号硬刚 那是找死的行为 退退退 他不敢因十号的锋芒 这让众人都是感慨不已 要知道 即使之前柳世轩输给了马友富 那也是打得有来有回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 根本连招架都是不敢 只能退退退 照这么看的话 便是马友富也不及十号楼 柳世轩确实越来越镇定 日级武技的威力大是大 但对于力量消耗也大 他只需要拖上一段时间 十号便将进入衰弱状态 到时候还是他赢 第157章冷血无耻 堂堂年轻一代中的王者 居然要以好自觉取胜 这很丢脸 但是这总比输了好 十号 你还是太年轻了 柳世轩冷冷说道 十号一笑 全是不断 大火球也是从各个角度狂射 不过在魂力上柳世轩并不逊色 而且也没有什么魂技可以让舞者汇聚更多的元素之力 所以柳世轩只需要不下兵墙 完全不拒大火球 甚至他还有鱼侠以兵舰进行反击 显示他强大的韧性 这让众人都是频频点头 不愧是年轻一代中的王者 这种在战斗中的应变真是太及时了 十号虽然掌握了日记武技 但是 他不知变通 如此挥霍之下 还是要败给柳世轩的 嗯 顶多半炷香的时间 柳世轩就应该可以胜出了 呵呵 姜还是老的辣啊 毕竟 十号太年轻了 战斗经验不足也很正常 可惜 他没有以后了 柳世轩越来越是从容 虽然他还是处于守势的一方 甚至连招架都是不敢 但是 他已是成竹在胸了 最多百招 我就要反手为攻了 他宣布到 被十号一直压着打 他火气太大了 是吗 十号心念一动 嘶 一道闪电凭空而生 向着柳世轩劈了过去 你嘛 这一刻 所有人都是猛逼的 什么情况 闪电 怎么来的 闪电的速度是何等之快 一旦打出去 那就是迅雷不及掩耳 幸好 柳世轩一直张开着冰幕 因此 都不用他刻意防守 闪电已是打到了冰幕上 啪 冰幕立刻肉碎 闪电还在肆虐 嘶嘶嘶 在柳世轩的身上闪动着 饶氏大半的威力已是被消弭 可柳世轩还是打了几个哆嗦 只觉全身都有些麻木 他不可思议的看着十号 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 双属性铃根 他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的说出来的 火 雷双属性 天 双属性铃根本就罕见无比 而其中一道居然还是一铃根中无比罕见的雷铃根 雷霆 代表着天地间最最霸道的力量 一击之下 山破 海干 无坚不摧 可以说 拥有雷铃根便不输双铃根了 而双铃根中居然还有一道是雷铃根 这是怎样的得天之宠 其他人自然也惊呆了 一个个不可思议之极 雷铃根 双属性铃根 魂力外放 谁只要具备其中一点 那都将牛逼轰轰 而十号呢 三者兼备 老天爷 人何会如此宠爱一个人 众人这才知道 原来十号才是白云宗年轻一代中的王者 天赋已经不能用惊人来形容 而是妖孽 柳士轩 王者 呸 十号一笑 再次强攻 滋滋滋 雷霆狂坐 哪怕冰雾又如何 根本不可能挡得住 瞬间就被闪电击破 依然给予柳士轩极大的伤害 柳士轩顿时招架不住 身体都麻木了 十成战力仅仅只能发挥出一两成来 这还怎么打 揭磋而已 你竟要下死手 过分了 陆英冷笑一声 他不再阻挡包东升 而是向着十号杀去 这样的妖孽太可怕了 绝不能让其成长起来 否则的话 日后还有谁会是他的对手 能够越四级战斗的恐怖存在啊 然而 刚才他阻止包东升出手 现在包东升又岂会让他得逞 陆英 你想死吗 包东升果断祭出血淫剑 直刺陆英的后心 如果包东升没有动用血淫剑 那说不定陆英愿意付出被包东升轰中一击为代价 杀死这个天才横一出的妖孽 但是面对血淫剑 陆英却是完全不敢冒这个险 那是找死 他还没有为狂杀宗牺牲的觉悟 所以陆英只能躲 避开血淫剑的锋芒 包东升也没有追击 只是冷冷说道 乖乖的看 否则本作取了你的狗命 汪 大黄狗吼了一声 官大爷屁事 陆英无奈 只好站着看戏 师兄 韩云却是不管不顾 立刻仗剑杀了过来 在他的心目中 刘士轩就是天 就是地 现在看到刘士轩遇险 他怎么可能做事 砰 十号随意一拳 便将他阵飞出去 区区二部 战力撑死二部巅峰 又哪是他的一和之底 只是十号的注意力全部在刘士轩身上 这一拳便也没有用上太多的力量 否则的话 足以一击便将韩云轰爆 然而 韩云却是完全没有觉悟 又向着十号杀了过来 他与柳士轩联手 对抗十号 可他的加入根本无法改变战局 实力太弱了 十号只是盯着柳士轩打 他轻和一声 已是抓住柳士轩露出的一个破绽 一拳轰出 直洗柳士轩的胸口 一击便可毙命 柳士轩也知道 他露出一抹残忍之色 竟是将身边的韩云拉了过来 挡在了他的身前 砰 十号一拳轰道 韩云整个人都被打飞了出去 身在半空就断成了两截 鲜血飞洒 这谁能想到 柳士轩居然如此心狠手辣 韩云是为了救他才站出来的 却被他毫不犹豫地拿来挡刀 无耻 众人都是在心中说道 而白云宗的弟子更有一种庆幸 要是柳士轩一直留在宗内的话 那他们这些普通弟子 指不定要被柳士轩卖成什么样 啪 韩云的身体掉在地上 以舞者的气息悠长 他还没有力死 而是以双臂撑起了上半截身体 用深情的目光看着柳士轩 师兄 能够为你而死 我很快乐 说完这句话后 他这才轰然倒地 柳士轩 你不觉得自己是个人渣吗 池浩虽然说道 真正动了杀意 之前柳士轩判踪 那还可以说是人个有志 又或是人往高处走 但是 无情的杀死帮助自己的人 那只能用冷血禽兽来形容了 柳士轩却是毫不在意 回敬道 人是你杀的 有脸说我吗 你还真是冷血无耻到家了 池浩摇摇头 八级烈火拳攻击不断 雷霆也是不断的劈机 不过 今天你难逃一死 柳士轩没有理会 他向着陆英的方向退去 既然陆英无法来救他 那他就主动靠过去 第158章连杀两天交 哼 池浩当然不会让他得逞 闪电攻击不断 让柳士轩一阵阵地发麻 速度锐减 他大步追上 爆轰而去 柳士轩以双手隔在身前 他只差一丁点就能靠近录音了 池浩大喝一声 一拳轰过去 带着他所有的愤怒和杀意 卡 柳士轩的双臂顿时崩碎 没有修炼霸体术 论体魄怎么和池浩比 池浩的拳头直屈直入 赤白的闪电缠绕在拳头上 砰 拳头打在柳士轩的胸口 恐怖的闪电瞬间全部宣泄出去 袭变了柳士轩全身 一瞬间而已 柳士轩便发出胶胃 鼻孔 耳朵 嘴巴等器官也冒出了惊烟来 简然 他的身体被闪电完全破坏了 十号收拳 而柳士轩则是趴地一下摔倒在地上 连一句遗言都没有说得出来 一击击杀 死透了 众人看着 皆是充满了感慨 传说中恶行做多了 会被上天降下雷伐 活活劈死 而十号刚才明明可以用力量震杀 火焰焚透 却偏偏用了雷霆之力 这是不是在说 上天不伐我来城呢 数子 陆英被包东升所组 无法施救 双眼中都是要喷出火来了 这个少年的威胁太大了 事实上 包东升也十分心痛 柳士轩毕竟是他一手叫出来的弟子 可惜 心性太差了 以后再收弟子 不但要天赋 更得看心性 不然叫出一个白眼狼来 无意反倒有害 陆英 你想死吗 包东升虽然说道 他现在充满了怨气 正想找个人撒一下 十号却是看也没有看陆英 而是即使白飞 可敢一战 白飞咧嘴一笑 露出两排白牙 现在我不是你的对手 但是 再过两个月就不一定了 呲 这是何等自信 两个月就能在战力上超过十号 十号没有在意 同阶一战 他自信无敌 而已久转略天津的神奇 只有他不断超越别人的份 被他追上了的人 还能反超 呵呵 所以 他直接转向马友富 淡淡道 你可敢一战 马友富受不了 这个人可是杀了弟弟的大仇人 之前他无法出手 现在十号主动挑衅 让他怎么能够忍 友富 陆英提醒了一句 请大长老放心 唯有把握 马友富咧嘴笑道 露出残忍的表情 第一 他要比刘士轩强 第二 在刘士轩的消耗之下 十号的力量也快要用尽了 已是强弩之末 所以 他只要能够挡下几招 接下来就是他全面反击的时候 十号 今日必死 陆英点点头 他也迫切地想要看到十号死 所以同意了马友富的出战 马友富傲然看着十号 你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 不应该挑战我的 十号失效 你不过是仗着强化丹支柱 在这一天之内战力提升了一大截 接下来便会有十天的虚弱期 狂什么狂 什么 听到这话 狂杀宗的人齐齐变色 因为十号说的没错 他们的强大并非修炼了什么秘法 而是在诗前服用了一种丹药 可大幅提升战力 但是 这种丹药却有着很大的副作用 就是在药力持续的一天之后 他们将进入虚弱期 只能发挥出平时三分之一的战力 可是 十号怎么会知道的 这可是绝对的机密 而龙永瑞等人则是犹豫起来 没有什么秘法 只是丹药而已 他们是不是上当了 十号呵呵一笑 让你们也不会炼制强化丹 应该是从古迹之中挖出来的吧 听到这话 龙永瑞他们的心情又好了一点 原来是有古迹的 那古迹应该也是真的了 你是怎么知道的 马友夫贺问道 难道白云宗在狂杀宗有内线吗 可如果是的话 为什么龙永瑞他们又会背叛呢 难道是苦肉计 一时之间 他心中念头电转 这你就不用知道了 只好勾勾手指 来 找死 马友夫双手一震 拳头上赫然各多了一副拳套 上面有三颗锥刺 这虽然不是灵气 却是用不知名的金属打造 风锐无比 可以轻易撕开养魂镜的身体 你不是喜欢用拳头吗 那就将你的手都给打废了 他冲了出去 不断的加速 双拳展开 依照日记武器 十号的力量 确实在他之上 但是 拳头碰拳头 那比的不只是力量 还有体魄的强度 他戴上了拳套 等于拥有了金属的体魄 而且比金铁还要坚硬锋利 这样的硬碰硬 便相当于用肉身去钢力剑 是的 无折有钢径 可以挡力气重击 但是 他手中的拳套可不是普通的兵器 完全可以称为神兵级别 此罢 他已是冲到了十号身前 而让他惊喜的是 十号根本没有躲闪的意思 哈哈 受死 他一拳挥出 只取十号的面门 不管十号招不招架 对方都要吃上大亏 然而 就在这时 只见十号右手一振 居然凭空多了一把刀来 十 什么情况 马友傅瞬间露出惊骇之色 因为他看得清楚 这把刀是 九重山 灵气 你马 他顿时慌得一逼 那可是灵气啊 破坏力可怕得无法形容 他要杀住身形 但是 他已经冲到了十号身前 而且还是全力冲刺的 这时候怎么杀得住 他顿时恍然 十号是故意的 对方早就决定要用九重山来对付自己 却故意藏而不用 直到这一刻才亮出来 真你马的坑啊 就在这时 十号已经挥刀斩了过来 马友傅怎么挡 不 录音一发出大吼 他又怎么不知道九重山的威能 这一刀下去 马友傅还有命吗 然而 他根本不可能持缘 包东生将他缠得死死的 包东生 若是有傅死在这里 你们全部都要陪 扑 他一句威胁的话还没有说完 便见十号一刀斩过 马友傅已是被生生斩成了两劫 鲜血飞剑 两劫尸体纷飞 长面血腥无比 啊啊啊 录音怒到发狂 马友傅死了 这是何等巨大的损失 第159章传法 十号横刀 表情冷然 他确实是故意的 为的就是居杀马友傅 之前虽然斩了岳军仙和柳氏轩两个叛徒 但对于狂杀宗这个罪魁祸首来说 却没有什么影响 能拐几个天才回去 对于狂杀宗来说是锦上添花 所以十号怎么担心呢 他是那种挨了打就要还手 而且还是你打我一巴掌 我要还你两拳头的性格 怎烟得下这口气 所以他故意在与柳氏轩的战斗消耗了大量的体力 摆出一副我很快要撑不住的模样来 银马友傅出手 结果呢 九重山出 秒杀马友傅 空间灵气这玩意 无论对于谁来说都是无比稀罕的东西 若非十号拥有原成灭的记忆 又岂会想到 世间还有这样的宝物 包东生哈哈大笑 只觉爽得不行 他看向十号 目光中充满了欣赏 甚至还有一丝感激 虽然他的战力远在十号之上 可他杀得了马友傅 又或者说 他能动手吗 再怎么样 现在大家都还是守着切磋这条线 而一旦他把马友傅杀了 又或是陆英江十号杀了 那都会让战斗规模升级 当然了 狂杀宗若试验不下这口气 也可以和白云宗全面开战 只是白云宗还有两名九岛强者 若不能将他们摁死的话 那这二位展开通袭 保证狂杀宗亦要头痛不已 所以 大家都得顾虑着门下弟子 才能互相自走 将陆英也只是想着 把白云宗的优秀弟子全部拐走 再抢了白云宗的零食矿脉 让白云宗自行毁灭 而不是一定要将包东生干掉 因为有这些顾虑 斩杀马友傅的任务 便只能落在十号的身上 而十号 没有辜负包东生的期待 十号 陆英仰天长笑 怒不可遏 前半城他们大获全胜 不但让农永瑞等彼岸强者倒戈 还得到了柳世轩 岳军仙这两位年轻天才 可后半城呢 不但柳世轩和岳军仙挂了 连他们的年轻王者 马友傅也跟着去了 简直就是噩梦 十号只是冷冷地看着他 即使面对一位彼岸强者 他也没有半思畏惧 陆英心中杀鸡如废 这个少年冷静得过分 更有一颗不畏强权的心 让他生起强烈的不安 只觉若不能尽早将此此除掉的话 未来必成狂杀宗的大患 但问题是 怎么杀 包东生绝不会允许他得手的 而说到觉悟 他可没有牺牲自己的勇气啊 没关系 这小子还只是二步 距离彼岸还差得远 在这么漫长的时间内 绝对可以找到办法干掉他的 走 他挥了挥手 带人离去 连场面话都懒得放下 狂杀宗可以说是杀鱼而归 可白云宗上上下下 却是完全高兴不起来 一下子走了七位长老 又失去了两名年轻王者 让白云宗虚弱到了极致 若非还有两尊九岛强者撑着 甚至宗门都要为人覆灭了 但他们还有希望的火种 便是十号 包东生将十号带到了自己的住处 这名年轻又天才横溢的弟子 让他想要身为徒弟 全力培养 十号却是摇头 晚辈不能做你的弟子 包东生叫不了他什么 所以 他可不愿意只是求人庇护 就虚伪地拜人为师 包东生不由失望之极 这么一个超级天才 居然不愿拜自己为师 你呀真想做一辈子的丹师吗 十号一笑 重振宗门之望 还得落在宗主身上 包东生不由眉头一皱 他顶多还剩下十年的寿元 虽然战力还没有跌落 可所剩十日不多 怎么振兴白云宗 我能够这么快修炼到养魂境 是因为得了一位前辈的遗藏 十号说了一个善意的谎言 我会将功法交出来 还有日记武纪 有了这些的帮助 相信白云宗仲正有望 甚至宗主还能跨进更高的层次 这一下子就让包东生激动起来 十号居然愿意将如此重要的东西贡献出来 让他都有点不敢相信了 谁不是邪迹自真的 十号 你可知法不可清传 他深深地吸了口气 向着十号慎重说道 能够超越彼岸的功法 便是用这片大路易换不了 谁能得知 借此超越了彼岸境 便是当之无愧的无敌霸主 如此妙法 十号居然愿意拿出来分享 他都不知道该用什么来形容了 十号笑了笑 道 从宗主大人为我站出来说话时 我便将自己当成了白云宗的一员 既然如此 为宗门做些贡献 又有什么呢 好 好 好 包东生没须激动 激动得无法形容 人就怕比较 柳世轩作为他的嫡传弟子 可以说是享受了最好的修炼待遇 结果呢 毫不犹豫就背叛了 再看看十号 一笔 哎 十号取过纸笔 墨写了一部功法 当然不是九转略天经 这是属于十号的核心秘密 绝不可能外传的 再说了 哪怕他想传 也无法将功法写出来啊 这功法叫沧海非烟绝 在原成烈的记忆之中 这也可以算得上比较上乘的功法了 十号相信 借此超越彼岸境的话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但彼岸之上 这条路还没有人走过 所以怎么突破就是各大问题了 光有功法一步行 他将这个问题向包东生说了一下 包东生先不答 而是拿起功法看 一次一次地斟酌 然后露出喜色 到本座被捆九岛多年 事实上已经摸到了一丝门槛 只是不知浅路为何 不敢贸然冲击 但是 结合着更上一层的功法 本座便有了八成步 九成的把握 本座闭关半年 极有可能突破到下一个境界 十号点点头 也很欣然 因为包东生若是突破到更高的境界 那白云踪不但一扫击落 甚至可以将狂杀宗都给推平了 而对于十号来说 他不可能在白云踪拜的太久 接触了洛青儿之后 他便知道 这个大陆之外 应该还有一片更加广阔的天地 极可能就是原成涅西年纵横的世界 他要去看看 第160章反击开始 十号还将八集全传了出来 包东生得之后 立刻就将功法五纪与大长老分享 两位九岛强者皆要开始闭关 冲击彼岸之上更高的层次 只要有一人可以成功 那白云踪便将重振威势 甚至碾压狂杀宗 成为天下第一大势力 而包东生在闭关之前 还宣布了一个消息 提升十号为长老 这个消息传出 白云踪上下皆是震惊的一塌糊涂 什么情况 仰魂静就能当长老 跨境彼岸方能成为长老 这是一直以来的惯例 而不只是白云踪 狂杀宗等也是如此 确实 十号很妖孽 明明只是二部养魂 却连五部养魂的柳世轩 马有富都是斩杀了 越级战斗能力无比恐怖 可再怎么妖孽 他还是养魂静 并没有彼岸级的实力 就算白云踪实力空虚 但要替补接任长老之职 那也应该是几名八部 九部养魂吧 就在这时 包东升站出来说话 宣布十号交出了他的日极武技 以后 只要为宗门座的贡献值达标 皆可以得到传授 消息一出 众人皆是轰动 之前的话 有些人难免心中暗怪 十号明明掌握了日极武技 却不交出给宗门 否则的话 只要包东升学之 实力必然大涨 现在听到消息 他们皆是汉颜 原来十号并非邪技自贞的人 日极武技啊 太珍贵了 这是哪一个宗门都没有的宝数 可以让白云踪的整体实力提升一大截 做出这样的贡献 再加上十号的潜力 封个长老并不为过 只是好年轻的长老啊 女弟子们则是完全不在意 长老更好啊 要是可以江十号攻上的话 自己岂不是立刻能够成为长老夫人了 可惜的是 他们并没有机会 包牙二如同护厨的老母鸡 江十号守的是滴水部落 没有给任何人机会 而因为包东升和大长老都开始了闭关 四长老又不问世事 十号这个新晋长老就成了白云踪是时尚的掌权人 而包东升也说了 不管是零食还是药材 皆可以由他自由支配 他早就决定全力培养十号 现在直接给个长老权限 让十号全权管理 你要什么自己拿吧 十号自然不会客气 他取了许多零食 再次布下了阵法 以让自己保持高速的修为精进 他算了一下 只要有足够的零食供给 再过两个月他就能再次晋级 然而十号还是觉得这个速度不够快 而且 未必有这么多的零食给他挥霍 果然 只是半个月后 白云踪的零食矿就一主了 狂杀踪出动了五尊彼岸强者 抢占了这条矿脉 如果包东升出手的话 应该可以将这五名彼岸进驱走 毕竟他们中最强的一直是四岛 远非他的对手 但是万一这是个陷阱呢 九岛确实是当时最强战力 想打就打想跑就跑 可一旦落进陷阱 那也是有可能被坑杀的 再者 包东升可以一直守着矿洞吗 你一走 人家就来 零食矿还是要易主 没有足够的实力 又怎么守得住家当 现在 白云踪可以做的 也就是守着白云山 苟延残喘 这让白云踪上上下下都是士气低落 照这么下去 白云踪还能坚持多久 零食很快就会耗尽 而有没有零食帮助修炼 这差别太大了 不用几年 白云踪的整体实力就会被另外三踪甩开一大截 那么 只要包东升和大长老过世 白云踪就等于灭亡了 坐着等死吗 许多弟子忍受不了 悄悄的离踪而去 至于去投奔另外三踪 还是从此隐姓满名 那就不得而知了 10号并没有阻止 这是黎明前的黑暗 留下来的 以后便是白云踪真正的基石 每天都有人离开 10号只坐未知 照常修炼 一个月后 新年到来 但白云踪却毫无喜庆之气 010号进了 10号停下了修炼 他向着大黄狗和雪灵猫一笑 我们该去狩猎了 汪 喵 10号先去找寺长老 将白云踪托付给他 然后便下山而去 他要去狂杀踪 凭什么就你们可以来破坏 他要海以颜色 被动挨打从来就不是他的性格 以牙还牙才是他的作风 他确实只是养魂 但配合穿云布 他的速度完全能够与彼岸境相媲美 所以打不过他可以逃 矿区地形复杂 他还可以运用光元素 这可是恶心人的大杀气 至于雪灵猫和大黄狗 呵呵 当初雪灵猫偷了那么多的零食 却没有被发现 说明什么 人家适合当贼 所以 他当然要将这样的好帮手带上 而大黄狗的话 捏坏程度似乎不输雪灵猫 倒是可以让他跟着雪灵猫学 这奇怪的组合一路行进 日夜兼程 10号拥有空间灵气 早就在里面存放了必要的生活用品 所以 他们就算一路吃烤肉也不用担心没佐料 影响了口感 狂沙宗在东边 10号渠道掌民国 来到国境边上时 前方是一座插云之山 其陡其险 别说常人根本不可能翻阅 便是破九级意识勉强 而且 这里常年有账毒笼罩 更是让人望而生畏了 10号早就配好了解毒药 分给雪灵狗和大黄狗之后 便开始了翻山越岭 饶是他们皆是养魂级别 可还是花了两天时间 这才翻过了这座山 前方一马平川 现出了一片卧地 这就是属于狂沙宗的领地了 当然 距离狂沙宗还远的很 10号无意声势 一路低调而行 继续往东 这又行了九天之后 他走到了陆地的尽头 前方出现了一片汪洋大海 他心中恍然 自己憧憬的大世界 应该是在海的另一头吧 等包东升他们出关 自己就放下一切 渡海去那片新世界 否则在这片贫瘠的大路上 10号很快就会遇到修炼的瓶颈 静静缓慢 狂沙宗便在海边 具体在哪就不知道了 10号也不在意 漫步而行 遇到人则是打探一番 三天之后 他找到了狂沙宗